三哥又要火了 老郭说孔云龙是德云社今年重点培养对象 这也不是老郭第一次捧三哥了 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老郭曾说过 他连门口保安都能捧红 却偏偏捧不红孔云龙 孔云龙也凭借一己之力 把相声干成了高危职业 虽然是跟岳云鹏在同一个饭馆同一天来到德云社 但如今的咖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孔云龙和岳云鹏都是04年在同一面馆打工 之后一起加入的德云社 但那时的三哥起步和发展比岳云鹏快多了 聪明伶俐的三哥成为了06年第一批百只的五弟子之一 同年就跟搭档卵云平登台演出 而岳云鹏那时还在做扫地搬桌子那些杂活 但随后的几次霉运彻底改变了孔云龙的命运 拜师没多久 孔云龙就发生了德云社著名的摩托车撞下力事件 这场事故导致三哥昏迷了一个多星期 脑子受到撞击导致局部失忆 浑身上下缝了将近200针 下巴也被扎透 原本清晰的口齿也不再灵活 吓得师娘看一眼就瘫倒在地 真不怪烧饼说 三哥淘气起来不要命 受伤没多久 因为郭老师家招贼 警察上门例行询问时 看到浑身缠满绷带的孔云龙 就连警察都难以置信 说相声能说成这样 可能是孔云龙时运不济 伤好没多久 在09年除夕 三哥又不慎被烟花炸飞 封出好几米远 面部烧伤险些失明 每一次闭着嘴牙还露在外边 正常用放泡一正常放 他是把从这直接全崩开 然后后来那泡崩完以后 闭着嘴又露着牙 没发生事故前 孔云龙被许多观众称之为灌口王 和副总搭档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但因为养伤无奈 只能更换搭档 三哥在伤好之后 接连换了几人搭档 直到跟颜鹤翔合作后 再有了起色 老郭为了捧三哥 为孔云龙举办25场 云启龙香相声专场 专场期间 郭老师还给三哥捧过扶寿拳 足可以看出老郭对于三哥的宠爱 那时的助演嘉宾都是如今 德云社的当红演员 但可能是孔云龙命理却红 十一年因为跟颜鹤翔在外吃饭 跟人产生摩擦 打架的对象竟然是国家拳击队队员 当红的演艺生涯也就此终结 随后的几年里 因为提水下楼不小心导致手脚骨折 打上了钢板 从楼梯上滚下来 胳膊骨折 雨天打散骑自行车 装上公交车 导致鼻梁骨折 可以说三哥身上没一块骨头是完好的 那时的郭老师 对于三哥的唯一要求 就是别死在我头里 孔云龙的相声特点 也从灌口王变成了结实 三哥也被网友们戏称为赶死对对找 三哥还开玩笑地 和张云雷探讨撞夏丽和九米高掉下来哪个疼 不得不佩服三哥乐观开朗的性格 即使这样也没有打败三哥对于相声的追求 因为经常受伤缺席演出的三哥 也终于被老郭抓住机会 在2020年的大风向的舞台上 三哥凭借自身的经历 创作出来的包袱一战风神 将八马挂彻底风箱在那年的舞台上 本以为三哥捧不红的魔咒终于被打破 网友们也纷纷等待三哥给大家讲述姐夫跨日的故事 没想到参加逗笑社的三哥 在片场没有出现任何事故 老郭这口气刚放松下来 就得知三哥在下班的路上 因为玩小朋友的滑板再一次出现事故 导致胳膊摔断了 老郭是既心疼又无奈 随着近几年三哥跟张九赖搭档 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 出其不意的演出效果再一次的火了起来 特别是上个月为师父助演时创作的相声 被网友们戏称为灵异相声 许多网友表示 毕竟三哥这么些年在死亡边缘徘徊 认识两个阿飘也实属正常 三哥的再一次爆火也让许多网友担心 毕竟三哥每一次的爆火 伴随而来的都是三哥的受伤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郭老师一定要保护好我方三哥 三哥也要注意安全 离一些带咕噜的玩具远一些 希望这一次三哥能够打破捧不火的魔咒 让老郭捧红一次